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良品电影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《哈喽树先生》,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村庄里,村庄里有一个叫树的人,他是修车铺的工人,树和邻居的关系都很不错,碰见谁都能打成招呼,在哪儿都能弄到一口酒喝,人称树哥。 宁静的夜晚,树看到了远处的篝火,他抽着烟默默的沉思,回忆起了自己的身世,树的哥哥因为年轻时过于张扬,在86年被派出所当成流氓给抓了起来,哥哥回家之后,树的父亲就把他吊在树上打,不小心把他给勒死了,在那之后,树的父亲也过世了。 有一次,树在汉街的时候不小心灼伤了眼睛,树被送进了医院,弟弟来医院看望他,扔下一千块钱便走了,修车部的老板也来了,树一开始非常的开心,以为老板来看望他了。 但其实老板是来辞退树的,给了他两千块钱工钱便开除了树,树的表情从欣喜变得呆滞,他无从发泄,只能在医院里调戏起了平平女护士。 小庄跟树的关系不错,小庄很年轻,树每次看到他都能够回想起他的哥,树偶尔也会梦到自己的父亲,但是他一直无法梦见哥哥的脸,哥哥在他的记忆里一直都很模糊。 村里有一个瑞阳矿业,因为常年采矿导致地势下沉,所以政府开始让村子里的村民搬迁。 高鹏是树的朋友,他在街上碰到了树,坚持要带树去喝酒。 席间,二猪的车被小庄的摩托给刮花了,二猪非常生气,他不依不饶地要小庄拿出三千块钱来赔偿,但是小庄可没有那么多钱。 树来打圆场,但是二猪并不买账。 后面还是在高鹏的劝说之下,二猪才放过了小庄。 二愣要在几个乡亲去城里,树在二愣的车上看到了一个姑娘。 姑娘虽然蒙着下半张脸,可是树仍旧被她吸引,原本不去城里的树在内心的激动下也跟着姑娘进了城。 后来,树向高鹏打听那个姑娘的情况,姑娘叫小梅,双方在小梅父母的安排下见了第一次面。 小梅是一个聋哑人,而且比较腼腆,他听不懂树的话,树想要带小梅一起去家里吃午饭,但是小梅拒绝了。 高鹏结婚的日子到了,树不去帮忙,他看到了自己儿时的玩伴一平。 一平看了一家傲树学校,树想去一平的学校里帮忙,一平却委婉地拒绝了。 二猪虽然表面上跟树还不错,但实际上他心里很看不起树。 在婚礼上,树借着酒劲,说二猪仗着自己姐夫是村长就能够胡作非为。 看了一个矿场还占他家的地,二猪不乐意了,他勃然作色,非要逼着树下跪。 两个人闹到了屋里,树只能妥协,想二猪下跪。 躺在床上,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意思,他不想再这样落魄地过下去。 树买了一张去长春的火车票,直接去了一平的傲树学校。 他找到一平,一平无奈之下只能让他待在学校里当帮工。 夜晚,树模仿着一平的样子在黑板上涂涂改改,他的幻觉也开始出现。 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出现在了教室里。 以此偶然间,树看到了一平在外面有情人,一平让树保密,但是一平的老婆却早就知道了这一切。 他跟一平当着树的面大吵大闹,树没有放弃追求小梅。 他频繁地给小梅发短信,虽然说树没有什么文化,但他说土味情话的本事还是挺高的。 最终呢,小梅被打动。 树来到了吉台县,在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小梅。 树在咖啡馆里提出了想跟小梅结婚的想法。 小梅接受了树,他们决定结婚。 日子来到结婚的前一天,树让自己的弟弟帮忙借车,他想要弟弟老板的皇冠车来当自己的婚车。 可是弟弟只借来了一辆帕萨塔,喝多了的树向弟弟抱怨,两个人还推散了起来。 有火无处发泄的树踢到了火炉,弟弟跟树扭打成一团,原本搭建好的婚棚子被烧了起来。 大家闻声赶来拉开两个人。 朦胧中,树梦见了自己的爸爸,还梦到了自己多年无法回忆起来的哥哥。 到了举办婚礼的日子,大家架起树就去参加婚礼。 树一直显得是闷闷不乐,闷不惊心。 各种幻觉都出现在她面前,她的哥哥甚至还在她的婚礼上唱跳了一曲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 到了晚上洞房,树依旧是无动于衷,还是小梅先主动的。 但是树显得非常抗拒,在挣扎中,她看到了自己哥哥被父亲勒死的场景。 婚礼的第二天早上,村子里的矿井出了矿难,小庄死了。 树忽然察觉到自己有预言的能力,她跟二猪说,这几天矿井上要出事,二猪不信她。 晚上,树还预言了村子里21号要停水,但是大家只当树是胡言乱语。 到了21号那一天,村子里果然停水了,大家都感到很惊奇。 树半仙的名号在村子里流传开来。 新婚不如意的小梅拖着行李回了娘家,只留树一个人在家。 她出现了幻觉,她躺在床上看到了自己的哥哥跟嫂子亲热的场景,哥哥还说要把小梅接回来。 村子里的搬迁规模越来越大,每一户人家都能够得到5万元的拆迁费和一套彩电作为补偿。 村长和二猪帮助树领回了搬迁费,并且让树帮二猪看看她最近有什么厄运。 树神神叨叨地让二猪磕了两个头,然后一顿装枪做事,告诉二猪,那矿场得关一阵。 树的名声越来越大,二猪带来了瑞阳矿业老总的秘书,韩明。 韩明想要树给瑞阳矿业选一个开业的吉时,树让他们的老总在开业时对着井口吼三声,并选定了13月18日8点的日期开业。 瑞阳矿业开业的那一天,他们邀请了树来参加剪彩仪式,树还在开业时对老总说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话, 比如说,梅干石研究原子弹,还说要登陆月球采集资源。 树的幻觉越来越严重,她蹲在田梗上,看到自己的父老乡亲一个个的从身边走过,天空变成雪红色,大家都望着远方的群山走去。 怀有声韵的小梅回到了树的身边,而且她竟然还能开口说话。 小梅拉着树的手,走向了刚刚搭建好的新房子,她们要在那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。 看完整部影片,大家应该都会有些疑问,其实,后期介乎虚幻跟现实之间的表现手法,以及各种不合常理的事物出现,都暗示了这些都是树的幻想。 树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在村庄里都能碰到的那个单身汉,没有什么本事,也没有什么理想,成天无所事事地在村子里游荡,跟谁都好像很熟的样子。 影片内树在大家心里的地位并不高,除了表面客套的那一声树歌之外,就再也没有什么尊敬的表示了。 二猪逼树下跪,一瓶看不起没文化的树,弟弟拿走树的拆迁款,甚至连聋哑人姑娘都对自己这个丈夫冷眼相对。 树虽然卑微,可她内心也很明白,正如她跟一瓶说的那句话一样,这样活着没意思。 于是从那刻开始,树的幻想就开始萌芽,父亲频频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, 哥哥跟嫂子也时常客串,在残酷的现实里,树得不到尊重,她只能够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安慰。 在树的幻想中,她是受人敬仰的半仙,二猪要给她磕头,村长要对她毕恭毕敬, 连瑞阳框宴的老总都要邀请她来剪彩,可惜这些终究只是幻想。 在影片的最后,树牵着小梅的手走向心房,可是在万人眼里,她只是孤独地走在血缘上, 没有人和她作伴,也不会有人在意她。 树就是逃避与崩溃的象征,这其中深寒的意味,不禁野人深思遐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